接下來看 也許大概就是把剛剛的功能 把它變成程式就對了 將來我希望剛剛做的事情 不要說每次都要去找功能 而是直接就是針對我需要的功能 可以把那個按鈕給做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那這個當然在好像另外一個課程也有提到 不過可能我們基本上方向 反正是還是希望說可以整合 反正你將來遇到文獻相關的資料 可以很快可以拿來做查詢 而不需要像以前古人一樣 就是說你要一個一個的去把資料給 用人工的方式找到 盡量利用那個善用電腦的一個強項 那電腦當然最強的就是說 它其實在處理資料上面的能力 絕對比人還更快又更正確 所以盡量善用這些功能 不然的話現在電腦很方便 到處都有 你要怎麼樣拿來用 OK 而不是說你完全不懂得去利用這個工具 當然目前這個電腦的發展 其實又更往前了 那現在 你會發現最近有一個很紅的話題 就是AI的部分 就是CharGPT 那我一直強調 也許你們也可以在CharGPT裡面找一下 看看能不能幫得上忙 不過你會發現有些東西 它還是沒辦法完完全全幫你做出 比如說你要查成語的部分的話 那有些地方功能 它還是沒有辦法100%幫你去解決那個問題 那當然CharGPT其實我發現 現在 除了你到那個 就是Char.openai.com那個網站去 去可以問問題之外 現在我發現如果你用那個 這個什麼 微軟的那個Edge 那個瀏覽器有沒有 這個瀏覽器你不能用Google 你用那個Edge瀏覽器 你會發現你到那個Beam Beam各位應該都知道吧 就是這個Microsoft的Beam 裡面其實有AI功能 那其實它也已經把那個什麼 CharGPT的那個功能 直接就在這邊顯示出來了 所以你甚至可以在這邊問它相關問題 另外它的問題 還可以有一個情境 比如說它紫色的話 就是比較浪漫的問題 然後中間藍色的話 就是比較一般性的問題 那如果你要比較精確的問題的話 你可能用綠色的 你可以在底下問問題 你會發現如果三個情境的話 得到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而且這個CharGPT 這個其實也是直接把什麼 CharGPT的那個 這個背後的程式直接移植過來 只是說它的版本不是最新的 因為CharGPT它最新的版本 現在是第四代的這個版本 但是它這邊這個微軟用的 好像是第三代的這個語言 所以這個也許你們可以 不妨可以試試看好了 問它一些相關問題 比如說我們剛剛那個Excel裡面 比如我問它好了 請問 比如說 正在搜尋 其實跟CharGPT有點類似 只是說我覺得 有一起同工資料 但是好像還是說 也不太一樣 它真的 就幫你 找出需要的東西 它說第一個 你可以用使用微微環數 第二個 用Index加Match 來查詢 就這樣而已 那當然你會發現這個答案不盡理想 那我也許可以縮小範圍 如何 在Excel 用 比如說 跟它講 用篩選 OK 比如說 我跟它講說 你用篩選功能幫我查一下看看 那怎麼樣用 它會跟你提示 就會再去找到相關的答案 我看一下 這答案是不是能夠滿意 它會跟你講篩選怎麼用 不過看起來好像 有點像是使用說明 而且蠻簡略的 就這樣而已 有點不是很OK 甚至的話 請問在篩選 就是 或者是請幫我 比如說 我想要把它寫成 用那個查詢 並寫成 並 寫成 VBA 乘4 看一下它能不能幫我寫乘4 OK 它這個時候就開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問題可能對它來說 比較困難 所以它思考的時間 就變 變比較久了 這真的是 這個 AI在背後 幫你做一個運算 然後 它前提 它會先幫你猜一次 哇 你是否已經 熟悉了 它還問你說 你是不是已經熟悉了 大家打個試看看 那有沒有答案 OK 對 它有在反應 只是好像感覺 反應速度並不快 好 它底下還真的 它問你是不是 你答案是 它就知道說 它可以幫你寫個程式 它比如說 它還跟你講說 怎麼樣去篩選那個像東京 類似像這樣 它跟你講說 在第一欄裡面 然後找東京的資料 它就 可是問題好像有點簡略 不過至少 感覺它好像 也已經很盡力的幫你找到 所以如果今天 假設 所以 QRGB其實也不是萬能的 它也許可以給你一些參考 但問題 它有些資料還是立有未待 OK 所以如果今天 我希望寫出 右邊這四個按鈕的結果 我大概demo一下 比如說今天 我希望 把剛剛我們做的 篩選 我們剛剛是資料裡面篩選 然後再下條件 如果我那些動作 我希望都省略 我希望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然後呢 它會跳出一個 對話方塊 告訴我說 請輸入那個 什麼呢 這個什麼 成語的關鍵字 比如說 假設我要想要找那個 關鍵是9好了 OK 那你幫我把9的資料 全部都秀出來 那你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它就把9的 所有的這個成語都顯示出來 那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再按一個 這個 恢復就可以復原 就恢復了 那也許可以再找 比如說 我要找8 它就把8找出來了 OK 其實這就一個很好用的 一個 這個 查詢的功能 最後其實可以把它取消掉 OK 那 另外的話 你說 可是我希望顯示的方式 不要把 把這列 我是希望知道說 它這個資料是在哪個位置 比如說我想要找 找到之後的話 你直接幫我把這個範圍 比如說我找2好了 我希望把2這個範圍 加一個底色 類似像這樣 告訴我在哪裡 因為我只是想要知道 它的這個位置在哪邊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呢 我們又有另外兩個按鈕 就是格式化 比如說我輸入2這個 假設我輸入2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其實沒有像剛剛一樣是列表 而是把那個有2的這個資料 有沒有 幫我把它做底色 那如果它清除的話 底下可以再增加一個叫 清除格式 OK 那清掉之後 剛剛2這個地方呢 它的格式就不見了 所以今天的話 也許就是把這四個按鈕 把它試著做出來看看 所以如果今天假設 我們要做這樣的練習 該怎麼做 假設如果是考試的話 比如說給你這四個按鈕 背後的程式 你把它寫出來 其實程式也不多 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就是這個篩選成語 那將來如果你要寫的話 應該有印象吧 一定要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我們的模組裡面 所以我大概秀一下它的結構 基本上你這個地方呢 我把這個先關 OK 第一個的話 先切到VioBase 然後自我把它放大一下好了 工具裡面的選項 選項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把這個字稍微放大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的 剛剛再把它獨立出來好了 其實就四個按鈕 所以四段Sub 就另外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好了 我把它獨立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 四個按鈕的話 背後呢 實際上就是 就是放在模組裡面 所以Visual Basic裡面 一定是一個模組 然後呢 一個Sub 就是對應到一個按鈕 所以這個程式是在這裡 這個的話呢 是在這裡 這個 OK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程式比想像中的 還來的短很多 其實實際上 像這個篩選成語 最重要的就是兩行程式而已 OK 然後你說上面這些是什麼註解 其實上面的是用錄製的 但後來發現 錄製實在是太浪費那個 我們要的這個 所以最後把它稍微改 改成什麼 只要兩行就可以了 所以待會請各位 先稍微了解一下 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待會是希望 把這四個按鈕背後 的程式寫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不會寫篩選的功能的話 那要怎麼樣可以 把篩選的 比如說我要把資料找到 並且呈現出來 然後另外有個按鈕就是取消好了 然後另外有個按鈕就是取消好了 然後另外有個按鈕就是取消好了